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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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君洪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建 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 世界杰出慈善大使 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魏塞节庆典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今天有缘 我们相聚在新西兰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姓缘 卢君洪台长以无限慈悲之心 无畏菩萨之行 践行着广度众生的弘士大愿 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师父在天上为我们栽下一朵莲花 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更应该以师父为榜样 自度度他 无私忘我 将心灵法门的佛法之光心火相传 让更多有缘众生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法传 慈行普度 共振菩提 卢君洪台长不辞辛劳 心系众生 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 顾不上休息 仍然坚持要为我们现场开示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这两天开心吗 饭还可以吗 你们开心我也开心 莲花朵朵尽开放 慈悲喜舍寄心上 断恶修善成吉祥 一事修成上慈航 师父每次讲的这些祭语 还好听不了 谢谢大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还有法师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今天又有近三百名弟子 归一了佛门 拥有了天上的莲花 学佛就是以众生之心 为己心 无我利他 用慈悲感化众生 才能让人间成为一片心灵净土啊 这个天灾人祸不断 最近美国加州呢 大火呢 致使二十万人流离失所 澳洲的山火呢 已经烧的已经烧死了上百只树带熊 使悉尼的空气呢 达到非常危险的境地 人呢 人呢 往往执着于一个这个虚幻的假我 看不破人生的苦空无常 在得失的欲望当中呢 人会产生着 哀伤喜乐 在五欲六成当中呢 产生颠倒梦想 所以很多事情呢 人就是这样的 得不到了 他就乱想了 恨了 他又乱想了 做错事情 他又乱想了 所以一个人会产生颠倒梦想 在新西兰一名22岁的女子 叫切尔西凯尔 因父亲四年前 他患有罕见的脑病过世 因为现在医学上有很多的病 他没有办法医治的 没有看见过 没有碰到过 痛苦不堪 他自己啊 看到父亲这个样啊 而且父亲过世之后呢 他两次自杀未遂 结婚之后呢 他自己呢 也被诊断出 与父亲患有同样的绝症 这下子 他心里的防线彻底被崩溃了 最后他吊死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心里 怎么样来调节的问题 所以人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 一旦经历的时候 人就会崩溃 浙江长山县 有一个老伯伯 他为了让28岁的儿子强生健体 专门捕杀有毒的五部蛇 他解剖出蛇胆给儿子生吃 导致儿子突发癫痫 去医院检查材质 儿子的脑子里组织 就是脑组织啊 已经被这个寄生虫 镂空了 全部吃掉了 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伤 所以 我们人生有太多的 错误的观念 以为这是好的 以为那是好的 补脑子的 实际上让我们走错了 人生的方向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谈恋爱 总是希望 你要对我好 我才对你好 你不对我好 我就不对你好 其实都是错误的 人生应该先付出啊 先付出先得呀 现在很多人 你不对我好 凭什么我对你好 这就是错误的观念 有的人走错的路 所以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人只有经历痛苦的烦恼 才会更加的珍惜现在 所以学博人要离向 什么叫离向啊 不要执着呀 哎呦 他是我的朋友了 哎呦 他是谁了 你们看你们很多出世的人 都是出世在朋友身上 还有很多人呢 哎呦 他是我的孩子 结果被孩子所害也有 他是我的父母亲 父母亲害孩子没有啊 全部都有 其实都是个冤结了 所以希望大家离向 所以金刚经说 凡所有下 基属虚妄 只要你看到的东西 它都是虚妄的 你们现在看见的人的感情啊 一切啊 全是虚的 因为有利益了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所以有利益关系在里边 所以我对你好 所以菩萨让我们破除这个我像 就是不要看到这个人是什么回事 你应该拥有慈悲心去帮助他 去劝导他 去解决他 所以借甲修真非常重要 要破除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是什么 就是人的分别性呀 哎呦 这个人有钱了 就对你特别好 哎呦 这个人长得好看了 我就对他好看一点 所以不能这样的 要正念长存的人 才能福慧双修 你对谁都是一样 这个人有福气 你对所有的人 都是用菩萨的智慧来对待他 你一定能够双修 你会拥有菩萨的慈悲和般若智慧 在湖北有个74岁的潘兰英老妈妈 她腰部受伤 动过大手术之后呢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她不能做不能战 医生断定一两年之后一定会瘫痪 她痛不欲生 活不下去的老妈妈 在遇到心灵访门之后 她念经许愿放生 学习白话佛法 两年下来 现在活动自如 能做能战 而且家里好事连连 大孙子事业顺利 三孙子考上了昆斯兰大学 自己脾气也好了 家庭也和睦了 夫妻共修 改变了全家的命运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只要正修实修 观世音菩萨 一定是有求必应 大家要记住师父一句话 人生不是真来的 也不是抢来的 那是随缘而来的 所以很多人去跟家 争啊抢啊 没有意思 要看得破 放得下 圆满的人生 要靠你内心的圆容 能够圆容 就是能够包容 如果一个人 能够经常包容别人 那这个人呢 他就不一样 经常能够原谅别人 哎呀 他做错 我也会做错的 你不生气了 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法喜 所以慈悲众生 要学会广结善缘 想想看你们现在已经接这么多善缘了 然后呢 把握当下 精进修行 超脱自我 超脱自我就是 想别人多过自己 你就能超脱 超脱自我 所以一个人 脑子里都是想别人 你这个人呢 就是无我 所以希望大家 满脑子都是众生 想自己少一点 你会发喜在众生的莲花之中 我们人生的生命非常有限 我们获得无限的智慧和能量 才能成为一个人间的菩萨 所以今天呢 发喜充满 有一个青年呢 总是非常的落魄 他不得智 那有人呢 就向他推荐一位智者 智者实际上就是大德了 一般是大德了 智者呢 沉思了良久 突然呢 默然呢 那个拿起一个瓢啊 就是捆了一个水 就问他 你知道这个水是什么形状吗 这人摇摇头 说 哎呀 这个水有什么形状啊 智者呢 就把这个水呢 倒入了水杯子里 这人恍然 哦 我知道了 水原来像杯子 智者呢 又把这个杯子的水呢 倒入了旁边的花瓶里 这人又悟到 哦 水的形状像花瓶 智者摇摇头 轻轻轻地端起花瓶 把水啊 咚咚咚咚咚咚啊 全部倒入了沙土的泥土里面去 一个盆 轻轻的水呢 一下子融入了沙土 不见了 这时候这个年轻人陷入了沉思 智者呢 弯腰呢 去拿起一把 刚刚被水倒过的沙土说 看水就这么消失了 这就是人的一生了 青年人说 哦 这个老师我知道了 您是通过水告诉我 社会处处像一个规则的容器 把你放在哪里 你就要像他一样 在好好的在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人应该像水一样 沉浸什么容器 就要变成什么形状 而且人很可能 会在一个规则的容器当中 慢慢地消失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人就应该 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了 结婚了 生孩子了 找工作了 一切一切 到了最后我们死亡了 就是这样 像水一样 消失得非常的迅速 因为这个人间的一切 来的都是特别地突然 一切都无法改变 这个智者呢 这个跟他这么讲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 说吧 这个智者呢就走出门了 这个青年人就跟着他后面 在屋檐下呢 智者呢 手呢在青石板的台阶上呢 摸了一会儿 这个青年人呢 也把手指呢 升向刚才这位智者 摸的青石板上 感到有一个凹进去的凹处 智者说 一到下雨天 雨水就会从屋檐下落下 你看这个凹处 就是雨水落下的结果 这时候这个青年人才大悟说 哎呀 我明白了 其实人可以被装入 规则的容器 但又应该像这小小的水滴 改变这坚硬的青石板 直到改变容器 这个智者说 对 滴水穿石的去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在人间 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 但是你要想改变它 你就要有坚强的意志 我天天做一点 你终有一天会改变 人生如水 有的时候是拿自己跟别人相比 我们人一比人 那就会产生傲慢 或者产生自卑 每个人都要改变的 努力改变的环境 实现无我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适应环境 还要改变环境 碰到任何的环境 你尽量地去适应它 圆容它 但是必要的时候 要弯一弯 转一转 因为太坚硬的 都容易折断 所以我们做人要用妙法 大家想一想 当年佛陀想去度一个老妈妈 因为佛陀看因果 知道她跟这个老妈妈的关系 以前是并不是太有这种缘分 所以她就让阿难前去 度化这个老妈妈 这就叫人间修行 我们不要怕坚硬 而是要用自己慈悲的心 和随缘的心 宽容的心去改变困难 改变人心 战胜自己周围更多的烦恼和障碍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随缘 不管在人间有多大的烦恼 要用妙法去改变它 想一想 人都会改变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小到大 没有改变 所以他的形象在改变 他的内心也在改变 而我们去改变这个社会 要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有一个老婆 她很爱打扮 有一天冲着她老公说 老公啊 你看我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好看吗 你看老公没讲话 你夸夸我呀 老公在结婚之前天天夸她的 现在呢 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了 老公不想夸她 这老公呢 正好这天呢 单位里也有点烦的事情 心里不高兴 看看她 一句话也不讲 老婆有点生气了 以前你整天夸我的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敷衍几句也好啊 你怎么现在连敷衍几句都不可以了 这老公啊 非常随缘地说 随你怎么想吧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现在根本不配跟仙女讲话 你看看 矛盾解决了吧 人生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改变了气场了 本来要吵起来了 一句话 一句话 一个意思一转变 所以人要懂得怎么来转化矛盾 而不是去激化矛盾 现在有的人就喜欢激化矛盾 人生的缺陷就是拿自己去跟别人相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不必拿自己的优点去比别人的缺点 也不要拿别人的优点来比自己的缺点 一个会产生自卑 一个会产生功高我慢 所以不要拿别人的优点比 和缺点比 这样你就会每一天不会迷失自己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看别人怎么做 自己怎么做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痛苦万分 有的人看见别人中六合彩了 就痛苦了 有的人看见人家有钱买得起了 自己买不起 你跟财富比了 你又会难过 而且会使你堕落 人的烦恼担心痛苦 其实是自我内心的一种评判 人的天职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好好的把你自己做好吧 所以做人首先要做自己 你要认清自己 你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几斤几两 你怎么能够帮助自己 你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 所以要拥有自己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佛法界的自度度人 有个女儿扶着双目失明的父亲 来到了一家面馆 大声地说 服务员来两碗香菇素鸡面 店员正准备开票 女儿呢又突然摇摇手 指了指父亲 小声地说 因为爸爸看不见的嘛 只给我来一碗香菇素鸡面就可以了 另外一碗给我来一碗阳春面 大家知道阳春面是什么吗 这是光面了 这好听呀 听得懂吗 阳春的 就是白面条呀 听懂吗 然后呢 这个店员呢 很会议 知道呢 这个女孩子很节约 没有什么钱 但是又想孝敬父亲 知道父亲呢 一碗肯定不肯吃的 所以呢 就将两碗面呢 端到他们面前 这个父亲呢 眼睛看不见 这个默默缩缩的 把筷子呢 在碗里呢 探索着 好不容易加住一块素鸡 连忙把这个素鸡呢 就加到女儿的碗里 虽然都是两碗素鸡面 他要加过去 其实女儿碗里是个阳春面 但是女儿呢 没有阻止夫妻的行为 只是默不作声地 偷偷地呢 把父亲加来的素鸡呢 又加回去 这样呢 这个一直没有声音地 把素鸡片 来回地加回到 父亲的碗中 来回几次啊 这父亲觉得 碗中怎么 素鸡加不完的了 好像永远加不完的 父亲就感叹了说 哎呀 这个饭店真厚到 面里面有这么多的素鸡片了 店员呢 看到这个被感动了 少少的几片素鸡 取脂可数的素鸡 女儿这时赶紧就话 爸 您快吃吧 我的碗里还有好几块呢 店主看到了这一幕啊 心头啊 净 赶紧进厨房端来一盘 卤味素鸡 送到他们桌子上 对着疑惑的女儿说 今天是本店周年店庆 这是送给你们的 女儿笑了一笑 加起几片的 素鸡片的 放进了父亲碗里 他们走后呢 店员收碗的时候 突然叫起来 她说 哎呦 这碗下有钱呢 原来这个女儿 在碗里加了几张紫币 那数目正好是 价目表上一盘 卤味素鸡的价格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要孝顺 我们人更要懂得诚信 真诚对别人 因为诚信是对事 对人的一种尊重 没忘记吗 所以你们看 你们的掌声就代表 你们心中富有正能量 一个人有良心的人 他就会鼓掌 一个人有良心 就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肮脏的欺负别人 占人家便宜的事情 就不能去做 不应该在自己心中 留下那种不好的阴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就是说 得黄金百金 不如得既不一弱 过去在史记里面 有个典故 就是说 得黄金一百金 还不如得到既不一弱 那么在古时候 有一个叫既不 他说这个人呢 言而有信 是在全国出了名了 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 不惜万难 他也要做到 他的承诺 所有的人都说 比金子更要值钱 只可惜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坚守承诺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要提倡人的诚信 那个现代人呢 在酒桌上啊 总是高谈扩论 一会儿说自己的项目 有几千万了 一会儿说自己认识的 哪个名人的大款了 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啊 尽管跟我说 你如果真的去找他帮忙呢 他拍拍胸脯门口答应 让你放心 结果你眼巴巴的 等了好多年 或者好几个月 离业送了不少 什么事情 他却事后反悔 让你空欢喜一场 还有的人 借钱的时候说 发了工资一定还你 后来他就不提这个事情了 你不好意思提 他就忘记了 你帮了他的忙 他说改天 一定请你吃大餐 你等啊等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 听师父演讲 因为我讲的都是 人生现实的问题 这是要解决 人的心理问题 这是人现在的风气问题 这些看起来 都像一个小事情 但日积月累下来 你会慢慢地透支 你的个人的性欲的 别人会看不起你的 所以我们学博人 不撒谎 不吹牛 如果你是一个 满口谎言的人 你们要记住师父一句话 你终会被别人遗忘的 我们做人不能承诺过什么事情就忘记 如果你不能承诺 你就一开始就不要去答应别人 如果誓言可以随便被你自己打破 那你这个人就不值得别人的信任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说 若不轻许 故我不负人 若不轻信 故人不负我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 不要轻易地去许若 所以你永远不会对不起别人 若不轻信 如果别人许了若的人 你不要去完全去马上相信他 故人不负我 也就是说别人不会对不起你呀 有一个张先生 整天求财 法师呢 让他好好的先好好修心 他到庙里去 法师说你先修心吧 不要求财了 他说法师我太穷了 我要求菩萨给我啊 第一个礼拜呢 他就向菩萨祈求说 尊敬的菩萨 让我中彩票吧 没戏 第二个礼拜 张先生又到庙里向菩萨祈求 菩萨 这个星期的彩票很大 你让我中彩票吧 我一定好好修行 没有 第三个礼拜 张先生还是没有好好修行 但是呢 他又一次向菩萨祈求 菩萨求求你呀 亲爱的菩萨 你让我中中彩票吧 突然 有一个声音从庙里的房顶传出来 跟他讲 张先生 请您先去买一张彩票好吗 这个笑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求菩萨的时候 我们先要有行动啊 如果你没有行动 你怎么求也求不到啊 你今天彩票都没买 你怎么求得到彩票呢 你今天没有跟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许愿 放生念经 落实到你的行动上 你怎么求都求不到的呀 这就叫道理 所以我们人不要轻易地许诺 但是也不可以没有誓言 记住了 轻易许诺的人 那是不尊重别人 想尊重自己 就要实实在在地去做 去行 这样你才会被别人信任 同时我们做人 也要疑人不交 交人不移 也就是说 我今天跟你做朋友 我不怀疑你 等到哪一天 我怀疑你不是个好人了 我就不跟你交这个朋友 所以任何学博人都要懂得 怀疑别人的人 你不会交到真正的好朋友 但是轻易许若而不执行 你就会失去很多的人 还有很多的成功机会 这个台长在节目当中呢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 打进电话来 他呢 请台长看图腾 问他的节 台长看出他已经过了一个小节 问他有没有撞过 他说哎呀 车被撞过刮过了 台长还看出 另一位女士的腰不好 肠胃不舒服 请大家听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好 帮我看一下 八七年代兔子 今天有节 你已经有过一个小节了 撞过吗 车 车撞过 撞过吗 车撞过 一个节啊 对对对 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车真是被刮过 撞了 你这个人没脑子的 人家说什么 你都搞不清楚的 是 师傅说的太对了 师傅 所以你要有智慧 多念心经 好的好的 师傅 师傅 你再帮我看一个 1971年的 属猪的 女的 她的腰不好 腰 对对对 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对对对 肠胃也不好 肠胃也不舒服 对对对 她最近就是不舒服 对对对 太对了 她脾气比较急 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她就是很急 脾气急 看就看出 太对了 反正师傅 谢谢 在1811年的一天 英国有个女孩 叫玛丽 来到多塞特军海边玩耍 她在沙滩呢 偶然发现一块 普通的化石 便以23英镑 卖给了一位游客 这小女孩 看这个化石 非常的漂亮 但是她不知道 卖给23块钱 英镑 很便宜的 游客呢 付完钱之后呢 居然这个人是懂的 她开心地说 哇 这块石头啊 她付了钱再说道 可是两亿年前的 鱼龙化石啊 价值连城啊 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了 周围的人都为玛丽吃了个大亏而惋惜 可她没有说话 默默地走开了 从那个之后 玛丽开始潜心学习古生物学 地质学 一有时间呢 她就来到那片海岸 在沙地里再找寻 日子一天天过去 乡亲们都知道她想再找到同样的化石 纷纷就劝导她 孩子啊 好运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降临两次的 你就别再耽误功夫了 可是玛丽像是认准了海滩 还有宝藏 整天在那里搜寻着 十年之后 玛丽终于如愿以偿 她居然在那里发现了 诸如纪时期的生物化石 轰动了世界 这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 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有一位科学家 发现了很多诸如纪化石 就是在很早以前 玛丽她找出来的化石是一样的 记者当时就争相地来采访 在十年的苦苦探寻当中 那么记者就问她 玛丽 在十年的苦苦探寻当中 十年了 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 玛丽笑地说 当初我不认识鱼龙化石 才会轻易给人 虽然我也会有些沮丧 惋惜可又有什么用 倒不如反思自己 见识不够 那以后我就认真的专研学习 发现在那片沙土土质 特别很特别 可能还会有很多珍贵的化石 果然我的判断是正确了 只不过花的时间长了一些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难免会吃亏 与其一味的抱怨 不如正式问题 从中吸取教训 学博人要明白 我们的一生走过来 我们有很多的悲伤和抱怨 和难过后悔 都是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无名造成了我们的伤害 因为都是过去了 所以学博人再难过 也要懂得改变不了你的过去 突增你的烦恼 学博修行 要让自己心中充满的阳光 把时间和精力留给放生许愿念经 你为了别人 你会豁然开朗 与其沉浸在过去的悲痛和伤害里 无法自拔 倒不如活在当下 台长希望你们自己想通想明白 记住了 当你想通想明白 发喜充满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你 因为这种发喜来自于你 纯洁的本性 有位朋友找了一堆同事来家里打麻将 结果好像运气一直不好 一直在输 这个朋友非常迷风水 突然他想试一试手 拿出他的绝招 于是他就让他老公 到楼下超市去买一点化煤 他说老公 下去买点化煤跟我上来 意思就是化掉煤运 化煤 听懂了吗 结果呢 照样打 一边吃一边打 打到后来 一边吃一边照样再输 他在想不应该呀 这个煤怎么还没化掉呢 结果拿起化煤的包装纸 一看上面写着世界第一枚 学佛人要懂得人生当中有很多无聊的观念 要学会放下 有的时候你放下了那些无聊的观念 你就等于放过了自己 有的时候不值得的眼泪不要掉 不值得的事情不要去折磨自己 活着的智慧就是永远不要去纠结自己的过去 因为你拥有了现在 在从前在古印度 在印度有一个人吝啬的不得了 非常的吝啬 你不要说叫他不失 就是叫他开口说出不失这两个字 他都觉得非常的心痛 我要不失 还没不失了就心痛 然后呢 他就不管怎么样 在他的心里呀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不失他人的意愿 非常恭喜他的事 他生在了佛陀的年代 所以他后来遇见了佛陀 他从佛陀的教化当中 知道了不失的功德 可是由于他深信吝啬 想过要不失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走出这一步 去不失给别人 那个时候他就去拜访佛陀 佛陀佛陀跟他讲了一番道理之后 叫他右手拿一把草 然后叫他想象的把右手当成你自己 把左手当成别人 然后叫他把右手的那把草交给 左手的别人 因为草是微不足道的嘛 草算什么呢 一把草给他们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吝啬的人呢 因为右手已经拿起来一把草了 你叫他再给 左手的话 他都很痛苦了 草都不愿意给了 即使这样 这个人还是犹豫不决 反复地想 我是不是要把右手的东西给左手呢 经过几次的练习 佛陀在叫他把左手的东西再交还给右手 左右手反复训练久了 他慢慢习惯把东西就开始给出来了 然后启发了他的不失心 开始他在家里 把一些好的东西懂得拿出来 不失给别人 终于他能不失自己的财产 最后他有了大菩提心 当年在佛陀的教导下 他为了利益众生 甚至不失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菩提智慧 菩提智慧 启发我们 菩萨给予我们的是右手交给左手 菩萨给我们的等于给了我们的右手 让我们把右手的东西交给左手 我们的给予众生的所有的一切 相当于你的左手 你把众生给你的东西 你又等于收起来交还给你的右手 记住了 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 它都是我们的手 它都是一样的美 一样的感觉 一样的伤痛 因为左手和右手都流着一样的血呀 所以布施会让你体验 众生生命痛苦的历程 慈悲会让你瞬间打开心门 生命需要感悟和开悟 也需要经历各种的生活历程 从小我来改变成大我 从无名到明星见性 你会意外地获得生命的真正财富 台长 讲一些人生道理给你们听听 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一生赚钱为生命 有的时候在恐惧烦恼压力下 害怕一切的过的日子 但是到头来 一无所有 但当你真正开始身体不好的时候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突然会觉得 我什么都不怕了 因为这个时候 谁都怕你了 为什么 亲戚看到你生重病了 怕你借钱 爸爸妈妈怕你治不好 配偶 怕你无法与他共度下半生 老板怕你不能回来工作 赶紧找人替你 医生 怕你支付不起医疗费 随时看你的余额停药 那时候 你的脾气和傲气都不见了 记住台长一句话 生命里没有炉果 只有后果和因果呀 我们唯有趁早重视自己的慧命 早日修行 想通想明白 好好地保养好自己的肉身 借甲修身 你才能拥有一个 快乐无忧的人生啊 有一位朋友开车 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当时躺下的一瞬间 她就感觉到她这辈子算完了 要赔多少钱都不知道 还要可能有一个固意或者过失杀人罪 等等 但是突然老太太自己爬起来了 而且爬起来的时候 她心情 哎呀 感谢呀 老天爷开眼了 没想到这个老太太说了一句话 地上太烫了 碰瓷啊 朋友马上就说 哎呀 感恩太阳公公啊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看热闹的 你自己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和东西 学博人知人生无常 有些事情必须要想开 在这个世界上记住 你就是你 痛是痛你自己 你累是累你自己啊 有一对夫妻结婚半年 妻子呢 听别人说 喝红酒可以变得年轻 坚持喝红酒半年 记性却喝得越来越差 有一天问她的丈夫 哎 都说喝红酒养颜 你看我变年轻了没有啊 你看我都快成少女了 这个丈夫瞅了她一眼 心里想想 咋回事 嘴巴里说 嗯 你说的不是年龄吧 是你的智商吧 你再喝俩月的话 你就能上幼儿园了 过量的饮酒 有医学上称为慢性酒精中毒 就算有人同情你 最后在人生收拾残局的 还是你自己呀 所以人不要听风就是雨呀 好好地把握自己 有一些人你可以期待 可以靠靠他 但是不能依赖 时刻告诫自己 努力坚强 修心改命 天上下雨地下滑 自己摔倒 自己爬 每个人的路都得靠自己来走 累不累 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学佛人要学金刚萨多菩萨 心如菩提 智如金刚 一切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海长在节目当中 有个听众打电话来反馈 在2016年一个生死官 当时他的癌症肿流向葡萄 又那么大 医生说太接近心脏 无法开刀 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请回家自求多福 结果他按照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 三个月的时间 居然肿瘤彻底消除了 谢谢大家 听一下录音 师父我读一个分享 2016年 同修经历了一个生死官 同修的癌症肿瘤 像葡萄柚那么大 医生说太接近 心脏无法开刀 只剩六个月的时间 叫他回家自求多福 他怀着复杂悲伤的心情 会在菩萨面前 大哭一场后 想想已经走在最后的路上 不敢想医院都救不了 还有谁可以帮他 他只求在最后的日子里 有经验的离开 他按照师父教大家的方法 体验念经放生 实际出现了 三个月的时间 他的肿瘤消失五重 医生都无法想象被探取型的他 佛法竟然救了他 但心灵法门 他没有花一分钱 还经常接受 同修佛友的帮忙 非常感动 现在的他一点都不像 曾经一脚踏进毁门关的人 不断健康 而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 他是一个佛法真实的受益者 是佛法救了他 感恩大师大悲 关心福下 感恩财长师父 这些奇迹 不是菩萨救 哪能活下来啊 感恩师父 谢谢 刚刚他们拜师主告诉师父一个事情 今天几百位佛友拜师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在人家一个学校嘛 没想到他们跟室外可以通的 那么在还没有拜师之前呢 这个外面的鸟啊 叫得很厉害的 叫得很厉害 他们就担心啊 鸟 师父待会给大家加持的时候 声音要一点都没有的了 很干净 脑子一点不能有声音 这么多鸟叫怎么办呢 结果他们就 祈求菩萨保佑啊 结果师父给他们加持的时候 包括整个仪式的时候 这鸟一点都没叫 结果等师父刚刚一走 鸟又来叫了 有一位世界级的推销大师 人家一听 哇 这个人世界级的推销大师 他肯定有本事的 在他最后一场推销的精英大会上啊 吸引了业界的五百多位精英 都是那些推销能手 现场许多人问他 经销的这个秘诀的时候 他微笑着不打 然后过一会儿呢 厂灯啊 哇 全部暗下来了 这时候呢 从会场一边呢 出现了四名标行大汉 他们合力抬着一个铁架子 这个铁架子下面呢 垂着一支大铁球 扛上来 放在台上 建厂所有的人都仗儿合上 摸不着脑袋啊 那这什么回事啊 那位推销大师呢 走上台 一个这么大的铁球啊 推都推不动的了 然后呢 他推了一下 铁球没有动 隔五秒钟 他又推一下 还是没动 于是 他就每隔五秒钟 推一下 每隔五秒钟 推一下 这么持续不断地推 很长的时候 这个大铁球动都不动 因为太大了 台下呢 有些人开始烧动了 有些人就陆续地离场了 但是这个大师呢 还是继续地推铁球 人越走越多 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两百人不到 终于啊 这个大铁球开始慢慢地晃动了 而且幅度晃动越来越大 然后铁球的力量 这个时候晃动了 推动的时候 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能使它停下来了 因为一动了之后 这个铁球的惯性啊 这铁球停不下来 这个时候 厂灯亮了 最后这位大师 面对剩下的两百多人 介绍了他一生推销成功的经验 他说成功就是简单的事情 重复地去做 以这种持续的毅力 每天进步一点点 当你成功来临的时候 你挡都挡不住啊 我们每一天累积一点功德 每一天做一点善事 等到我们要被菩萨带到天上的时候 你想不去也不成啊 记住了 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 那是信念 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也是信念 信念就是相信自己做什么事情 一定会成功 你才能培养出这种信念 用恒星去使它成为现实 那就是信念的力量 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今天开始好好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菩萨 好好地许愿放声念经 我们有这个愿力 我们在人间靠着观世音菩萨 和自己精进的努力 一定会有求必应 有一位总统带着自己的孙子去散步 碰到了一个乞丐 向他鞠躬敬礼 没想到总统马上停下脚步 也深深地跟他鞠了一个宫 也深深地跟他鞠了一个宫还礼 他边上的孙子 看了之后不解地问 爷爷 他只是个乞丐呀 总统回答说 孩子啊 我绝不会允许让一个乞丐 比总统更懂得礼貌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 不要以为别人尊敬你 是因为你很优秀 其实别人尊敬你 是因为别人很优秀 优秀的人对谁都会很尊重的 所以礼貌和尊重是境界和修为啊 现代人不注重礼貌 也不懂得修养 台长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女青年经朋友的介绍 跟男方谈了一个星期之后 被男方的父母亲邀请到男方家吃一个饭 男青年为了显得隆重 把他们家所有的长辈都请来了 酒足饭饱之后 这个女青年在回家的路上 男青年非常高兴地问 哎 你看我们家族对你多好啊 你对我们家族的印象怎么样啊 这位女青年很不懂礼貌地说 啊 我不得不佩服你们家基因的强大 那个男的说 为什么 女青年回答说 我发现你身上 有你们家族所有人的基因特点 男青年说 真的吗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呢 这个女青年说 你继承了你妈妈的懒 你爸爸的丑 你奶奶的唠叨 你爷爷的抠门 你外公的坏脾气 你外婆的小心眼 学博人懂礼貌 学修养并不是示弱 而是一种美德和一种厚道 是一种学博人的善良的本性 学会低调 它是一种能力 在人间抬头需要底气 低头需要勇气 我们人要拿得起 需要你的眼界 放得下 需要你的境界 生命需要珍重 善良 需要保护 珍惜 需要担当 做事需要有恒心 做人需要有德性 生存需要善缘 生活需要善举 学佛需要智慧 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放弃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只能远远地欣赏 因为它不是永远是属于你的 你去强求也求不到 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 很多人认为 哥伦布只不过是凑巧地看到 其他任何人 只要有他的运气 都可以做到 于是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 一位贵族就向哥伦布发难地说 啊 亲爱的哥伦布先生 我们谁都知道 美洲就在那里 你不过是凑巧先上去了呗 如果我们去那里 也会发现新大陆的 面对责难 哥伦布不慌不忙 他灵机一动 拿起了桌子上的一个鸡蛋 对大家说 主位 先生 女士们 你们谁能够把这个鸡蛋 立在桌子上 请问你们谁能做到呢 大家要欲试 要要欲试 怎么放都把这个鸡蛋立不起来 哥伦布微微一笑 拿起鸡蛋 在桌子上轻轻地一颗 就把鸡蛋立在那里 哥伦布随后说 是的 就这么简单 发现美洲的确不难 就像立起这个鸡蛋一样的容易 但是 诸位 在我没有立起它之前 你们谁又做到了呢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学博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在人生的新思想 新思维 新角度 来改变自己内心本质的创新理念 学博看似念经 许愿放生这么容易 但关键在于你敢不敢学 肯不肯花精力 用恒心来坚持学博 只有当我们接受到 学博的理念之后 我们才会去继承它 发扬它 其实一个新的法门也是这样 看似简单 实际上我们用博法的智慧 是探测人的心底世界 台长告诉大家 世界上最难开的门是什么 那是新门 最难走的路 那是什么 那是一条新路 最难识别的 那是人心 大海的深度可测 人的心灵 无底呀 所以现在社会上 相识容易相处难 人跟人动不动就认识了 但是不能交好朋友 每个人都这么自私 所以相爱容易知心难 学博要念念无念 让自己自私的 和有我的念头 全部要去掉 要正念现前 学会沉默 沉默不是让你变成冷漠 而是让你谨言盛行 奋斗 不是让你拼命 是提醒你自己 不要堕落呀 人生要学会平淡 但是要远离平庸 保持内心的清静 修好自己帮助别人 今天再大的事 到了明天就叫小事 今年再大的事情 到了明年就叫故事 今生再大的事情 到了来世 那就叫传说呀 我们人生一生烦恼不断 常对自己说一声 今天会过去 明天会到来 放下一切 让你烦恼的事 你就能得到解脱的法喜呀 最后给大家讲两个小笑话 两个小笑话 鼓掌呀 不鼓掌 不讲了 好 听好了啊 笑话一般都是 斗包袱最后一句 听好了啊 有一对夫妻 晚上老公准备睡觉了 刚上床就喊 哎老婆 昨天晚上儿子尿床了 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的 老婆说 是啊 我晒了呀 我晒了呀 老公说 奇怪吧 今天天气这么好 被子怎么还是湿的 你没有晒干呢 你放在哪儿晒呢 老婆说 哦 我放在朋友圈里晒呢 再来一个 有个公司 听好了啊 都是最后精彩的啊 有个公司里 只有王总和刘主任结婚了 这个两个男人呢 经常在一起呢 交流结婚后的心得体会 这个王总说了 哎呀 刘主任啊 你知道我老婆啊 可能到了更年期了 特别健忘 哎呀 经常是提着菜刀啊 满屋子找菜刀 有的时候我真受不了她了 刘主任说 哎呦 你的处境比我好多了 我老婆经常是提着菜刀 满屋子找我呀 很有信心 明天还会跟大家讲 今天不鼓掌 明天不讲了 人若欺负你 菩萨保佑你 人若欠了你 菩萨必还你 世间有因果 善恶各有报 世事有轮回 心把佛性归啊 我们学博人永远不要为过去的事情去后悔 因为过去那就过去了 我们无法选择过去 因为我们只有面对未来的前途 把过去的伤痛放下 调整自己的心态 学佛念经 无论你身处绝境 还是身患疾病 活在当下 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 心灵法门 遵既守法 爱国爱民 坚持众善奉行 你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掌声像雷鸣般的响起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鼓励啊 本来我明天就不想讲了 你们一鼓掌 我明天又要讲了 谢谢 谢谢 大家发喜充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天见 明天见 大家好好努力啊 好好努力 每一天 要进步 这两天开心吗 跟师父在一起啊 好好 好好学佛 我告诉你 吃饭都是学佛 睡觉也是学佛 听得懂吗 做人就是学佛 活在人间一天 就好好地 学佛一天 让自己的心 跟佛合在一起 就是心佛合一 这每个孩子都要乖一点的 你看这么小的孩子 就遭受到这么多的磨难 有的时候是自己带来 有的时候是 前人给他带来的 不管怎么样 都要改变他 所以我们在人间 是不圆满的 不圆满的世界 就必须改变他 大家听懂了吗 没有意思的事情 不要再去搞了 有的时候 一句话不开心 一件事情不开心 要继续做做搞来搞去 这人傻傻的了 好好努力了 改变一切 改变一切 那是真正的 你的光明 你的前途 所以一个人 如果能够改变 那才叫真正的 在我们说 在脱离 脱离危险 脱离人间的险境 所以你不改变 就天天贪 称痴慢疑 然后天天怀疑 天天贪 天天恨 你能活得了吗 你想想看 人活的世界上 就要放松 就要什么事情 都无所谓 你多拿一点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多拿一点 我少拿一点 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伯陀 为什么叫你们 左手放到右手 右手放到左手了 众生嘛 就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 别人多拿一点了 你也要开心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你心态就好了 人就能够人格提高 学佛的境界也在提高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明天开法会 希望大家早早来 好好努力 好好多度人 这两天环境很好 观世音菩萨来 斗战生活天天在 还有弥勒佛也来 我们的伟大的佛陀也在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文殊菩萨也在 给你们增加智慧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好吧 好了 心中要多有点感恩心 感恩菩萨 感恩菩萨 就像师父一样的 我连今天人家调音师 给我调一个话筒 师父都要感恩别人 你们全部都要感恩别人 记住了 天天吃饭的时候 感恩都是菩萨 因为他们给你们吃饭的话 你说你到马路上 不花钱能吃到饭吗 为什么这样 我们都是站在佛陀的光 不是佛法的话 我们哪来的众生供养我们 所以要感恩 用感恩的心 才能创造慈悲的力量 有了慈悲的力量 你才能一事修成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大慈大悲的力量 感恩大慈大悲的力量 感恩大慈大悲的力量